來源的資料是縱向一欄 可是你要搬到那個另外的地方是可能橫向四欄 OK 縱向變橫向 然後一欄變四欄 其實很多地方 但因為我們現在是在同一個工作表啦 未來可能你要把它分成兩個不同工作表 那如果不同工作表 之間的資料搬移 可能是一個資料來源 一個是你輸出的報表 那大家如果你不會你就搬來搬去 那你一個 太浪費時間了 所以基本上工作裡面很多地方會用到類似像這樣的東西啦 那如果你會用 其實很多事情很快就解決了 所以我們今天是舉這個例子來看 但你等一下可以把 這個左邊的資料來源跟右邊的那個輸出報表部分 你可以把它分成兩塊 兩個工作表 可不可以做出來 一樣可以啊 OK 不會有問題的 所以剛剛的話呢 基本上我特別強調了 其實就是你可以利用Color跟Rope 這個是 叫參照函數 參照到 所謂的欄跟列的位置 再利用index 是所謂的 叫做 檢 檢視 它叫檢視 或者叫尋找也可以 尋找資料去讀取 讀取資料到那個位置裡面去 OK 然後會有多餘的冒號 標題跟冒號 那我們可以用replace函數 或者fine跟 這個前面講過mid函數 可以把它去掉 所以我剛剛有講到replace函數 這個可能一般同學用到的機會比較少啦 不過既然學了你以後 就可以拿來用 以後的話 假如說你有些資料你不要你要把它取代 成沒有 那你可以用剛剛的方式 或者是你要把裡面 某些文字 取代成另外一個文字 也可以用replace來做 OK 那再來我們來利用那個fine函數 來做 fine函數的答案 如果你剛剛 打不出來 這麼長一串 可以做出來 不過這個都絕對不是死被的 你理解之後呢 你就知道怎麼做的 這麼一長串 那這麼一長串的怎麼做出來的 其實我們還是分階段來看 所以請各位 一樣 最好是可以把這個工作表 給它一個名稱 也就是叫replace函數 然後把它 按Ctrl鍵 複製一個 取名叫fine 與那個mid函數 然後把它恢復成原來的狀態 OK 那我們再練習 另外用fine 跟mid函數 fine跟mid函數 其實用到機會也非常的大 尤其是你 那個儲存格裡面有很多的資料 你可能不要 你要把它快速刪除的話 其實就可以利用這一招 那什麼 首先邏輯是 第一個 我要找什麼 找冒號的位置 第二個 再利用mid函數 切割 切割到哪裡呢 就是從冒號的位置 後面一個字 開始切 切到哪一個字呢 後面我全要 所以後面我都要要的話 你懶得去算了 那你要 把總長度 減掉那個 位置 然後剩下就是 那其實乾脆你給他打一個99就好了 為什麼打 因為後面全要嘛 你就打一個數字 一定會 大於總長度的就好了 因為不用再 浪費這些 後面都要你就打一個大一點的吧 就可以省很多的 麻煩 那我做一次給各位看 第一個 一樣 用那個先做出來的 這個是我要的來源資料 剪下來 插入函數的話 用那個文字裡面 特別說這個是用文字 裡面的file函數 file函數裡面的話 其實如果有興趣的同學 就可以把那本 什麼Excel 468招 裡面也有很多 file上的範例 然後按確定之後的話呢 可以他問你說file test 你要找什麼 找冒號 所以你打個雙引號 雙引號雙引號 中間的記得 加上那個 全形 記得這個是全形的冒號 所以請注意 一定要是 你是中文模式下 用那個 我是用那個 前導示員加一個冒號 這樣子才會做出的是 所謂的全形的冒號 不然你用複製貼上 也可以啦 從這邊把這個 冒號貼過來 記得這個是 這邊是半形的 全形跟半形不一樣 如果你全形半形給錯的話 他就無法取代 特別是看得出來吧 這是全形的 如果是半形的話呢 那可能就是變成 英文模式 或者你切到英文模式 這邊冒號 這樣是半形的 不過他這個地方 是要一個全形的 所以 我們用 中文模式 然後呢 再加上什麼 所謂的 我習慣是前導示員加一個冒號啦 這個是全 全形的冒號 要找全形冒號 然後 V17的話呢 在哪裡呢 就是在我們剛剛那個文字裡面 所以請你把剛剛的公式貼上 就這一串 在 這個裡面呢 幫我找到 到底冒號的位置在哪裡 那你會發現 他這個時候回來是 5 有沒有 那表示說呢 他在第5個字是冒號 可是呢 我要從第6個以後開始 幫我把他抓回來 所以我按確定之後 這個時候會出現是5啦 但是還沒結束 我們只是找到他的位置 所以你要再把 第5個字以後的字 抓回來的話 你需要第2個函數 mid 找到的 所以 再來 再一樣 再減 然後再插入一個函數 再來就是用mid函數 mid函數呢 就是會問你說 你的來源資料在哪裡 那就把 把什麼呢 先把那個star number先貼上 因為fine是star number OK 就是從第5個字開始 那找什麼東西呢 找那個test 記得也是把它貼上 不過貼上比較麻煩一點 就是說 我們fine的部分不要 就是把它恢復成原來那個index 那因為fine後面還有一個刮弧 所以把這個刮弧拿掉 就是你第1次貼的啦 OK貼到fine那個東西 所以如果你 你怕說 剛剛fine的東西 那個那個公式 會loss掉的話 那我是建議你乾脆 先把那個東西貼到那哪裡 貼到計時本裡面 這樣比較安全 那再把這個計時 這個貼過去啦 我們在fine裡面 這個是第2次的 OK 那後面的話 他會說 問你說 那你要從這個位置 不過我們fine的時候 是fine 到第 帽號的位置 那我要從帽號不要 如果你這個是第5個字 記得在後面再加上什麼 加上1 就是在 第6個字之後的 幫我全部抓回來 那全部的話呢 他會問你幾個字啊 可是幾個字再算 太麻煩 你乾脆輸入99算了 為什麼 因為99 反正就是後面全要了 你理論上應該不會超過99 或者你輸入一個 大於 那個你要的那個字算的長度 的一個數字就可以了 那真的是偷懶 比較標準做法是 你要算總長度 再扣掉你找到那個位置 那太麻煩了 用比較簡單 偷懶一點 應該可以理解啦 有時候取巧一下 讓工作 可以不需要那麼 鑽牛角 簡化一下 也是個方法 那你會發現 他等於是找到第6個字的 後面東西 全部抓過來 那這個99是全部的意思 OK 那按個確定之後的話 那這時候就抓到了 向右 向下 全部做完了 OK應該也沒有錯啦 所以這個是 第2種方法 利用什麼 利用那個 先用fine函數 所以基本上 他原來的東西是這一串 這個是我們原來做的index 然後呢 我是先用fine 先找到我現在位置裡面的 帽號位置 這個是找什麼 找帽號 在我找到的這個資料裡面 找到的位置 然後 再放上mid的裡面 然後再記得就是後面要加1來 為什麼 因為帽號 如果你 從第5個 他就把帽號加進來 那99個 OK 等於是全部 這裡的話 我想各位 可以試一下 這個是 第2種方法 因為這個難度 其實也 有點高 所以我做完的東西 我把它放在這裡 給各位參考 等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對 他們找到